当AI能赢下奥述比赛的时候 我们离AGI还有多远 一觉醒来我以为我船也回高中了 朋友圈竟然有人提起IMO 也就是中学生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这个竞赛 记得当年还是万里挑一的学霸才能参加这个比赛 今年竟然被AI拿下了 OpenAI和谷歌迪迈前后宣布 他们的模型达到了IMO金牌的标准 这个前后虽然只差了两天 但却是充满了Drama 今年的IMO是7月20日周日在澳大利亚比目 而OpenAI在周五也就是7月18日晚上就早早宣布了这个消息 研究员Alexander Wei在X上说 OpenAI最新的实验性推理大模型 实现了人工智能领域长期以来的一项重大挑战 在IMO竞赛的6道题目当中解除了5道 并且最终获得了35分 IMO的满分是42分 而35分恰好就达到了金牌的门槛 不过两天之后 DeepMind也下场宣布 Gemini DeepSync的进阶版本模型也达到了这一成就 DeepMind的模型在整个过程中完全使用自然语言操作 最后同样获得了35分的成绩 并且IMO官方组委会也证明了这一成绩 IMO主席Gregor Dolina说 DeepMind的解题在许多方面都令人惊叹 乐卷官认为这些解答清晰严谨 而且大多数都很容易理解 这个组委会亲自背书的待遇却没有给到OpenAI Demis Hassabis甚至特意下场 在X上表示 我们之所以没有周五公布 是因为我们尊重IMO组委会最初的请求 所有AI实验室都应该在官方成绩经过独立专家验证 而且参赛学生已经获得应有的表彰之后 才公开各自的结果 他还说 我们的模型是第一个获得官方金牌水平评级的AI系统 简直是就差点OpenAI的名了 这下OpenAI之前的欢呼好像就没有那么名正言顺了 但更戏剧性的是 隔天媒体就爆出DeepMind这一金牌模型背后的研究团队中 有三名研究员已经被卖的挖走了 在此之前的六个月内 DeepMind已经有20名员工被挖去了微软 看来这场顶尖实验室之间的斗争还在愈演愈烈 那在吃瓜的同时 我们还是回到IMO竞赛这个话题上 AI达到金牌水平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要知道的是 这还远远说不上是数学领域的AlphaGo时刻 当年AlphaGo击败了世界围棋冠李适时 震惊全球 最核心的原因是 围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最难被机器超越的领域之一 2022年底卖的AlphaFold准确预测蛋白质结构 也被称为是生物学的AlphaGo时刻 我们硅谷101在去年的一期视频里 详细解读了它的重要性 但是这次有72位高中生的成绩也达到了金牌标准 其中5位获得了42分满分的成绩 也就是完美的解答了6道问题 但两个AI模型都只做出来了5道 所以要说AI在数学能力上已经胜过人类还为时过早 但即使没有达到AlphaGo的标准 IMO金牌的成绩也足以证明大模型的数学能力了 纽约大学的计算机教授Gary Marcus和Ernest Davis就说 非常了不起 将解答IMO题目作为评估AI能力的标准 其实早有先例 去年Demind发布了两个专门为数学设计的模型 AlphaGeometry和AlphaProof 在IMO的6道题里面 他们解除了4道 成为第一批达到银牌标准的AI系统 不过这两个模型当时并不是用自然语言来解题 而是结合了一种叫形式化证明的方法 简单来说 形式化证明就是把数学问题转成了机器能看懂的语言 再由AI用这种形式化语言 一步步写出逻辑严谨可验证的解答 而这套语言的写作工具叫做Lean 类似一种编程语言 为了让AI解题 研究者得先把自然语言题目翻译成Lean 让AI去处理 再转回人类可读的答案 整个过程耗时长达三天 远超过IMO给高中生两天共9小时的比赛限制 但这一次 DeepMind最新的Gemini DeepSync模型 在完全使用自然语言输入输出的条件下 达到了IMO的金牌标准 也就是说 AI完全使用自然语言独体 用自然语言作答 没有借助Lean或者其他的形式化工具 这背后的意义很重要 一直以来 另外很多人都认为 语言模型不具备真正的推理能力 比如问他 Strawberry这个词里面有几个R 它可能就会开始内耗 反复计算还出错 因为自然语言里 没有明确的逻辑结构 推理过程也就不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像AlphaProof那样的模型 需要把自然语言转化成Lean 绕开语言的不确定性 但现在DeepMind证明了 语言模型本身 也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数学推理 虽然DeepMind和OpenAI都没有公开两个模型的具体训练过程 但和一年前相比 这确实是一次重大的进展 现在这个AI大家都知道 是从很多数据当中学习出来的一些参数 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不是说我们预先给定了很多国际规则 然后它去执行 同理在这个数学上 最早期的用电脑来做数学的人会认为 把这个数学全部都形式化 然后运用这些规则 是解决这个数学问题的方法 但是现在我们总都看到 这些公司会想办法把两者结合起来 甚至是直接使用这个语言模型 去输出这个自然语言的数学 就是完全不借助于这个形式化系统 此前以Garen Marcus为代表的AI学者一致认为 语言模型无法独立完成真正的数学推理 在他的设想中 AI模型必须依托像Lean这样的形式化语言 输出可以机器验证的逻辑结构 最后再人工转化成自然语言 也就是说只有像AlphaProof这样的混合模型 才有可能达到数学研究的标准 因此Gemini DeepSync的成功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Garen Marcus这个观点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DeepMind 它发布了自己的模型生成出来的解答 这个解答就完全是自然语言 就没有一些代码什么之类的 但是相比于去年他们使用的那一套系统 就是它可能最终输出也是自然语言的 但是它需要先把这些东西翻译成一个逻辑语言 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形式化的证明之后再输出回 可能过往数学家会把这个用电脑辅助数学 跟这个形式化方法等同起来 但是经过了这些语言模型的发展 以及他们证明了自己能够显示出一定的这个数学能力之后 他们可能会改变这个想法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对比AI和人类选手的回答 我们邀请了一位IMO前中国国家队成员 为我们分享他对AI作答的感受 他告诉我们在AI作答的五道题当中 逻辑线条完整解题思路清晰 获得满分纸实质名归的 但在具体题目里对比两个AI的回答 还是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 就比如第二题移到平面几何题 那么平面几何题对于AI来说 算是最容易做的提醒之一了 在这里呢 这个两个AI也给出了不一样的作法 那么DeepMind的这个解法呢 是一个更加几何的 更加自然的一个解法 然后我觉得也是更接近于 正常人类选手可以想到的做法 但是相比起来呢 这个OpenAI的做法就非常的暴力 因为它直接使用了这个解析几何的手段 用解析几何的办法 直接把知道几何题转化成了一道代数题 并且在它的解答过程当中 出现了巨量的计算 通常来说呢 人类选手在考场上 并不会花时间做这么大量的计算 所以说这个方法可能对于AI来说 也许执行起来要比人类选手要更加容易 他还提到啊 两个AI作答的时候 所使用的语言风格 也和人类选手不太一样 两个AI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们的解答过程中会不断地引入新的符号 来定义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公式 那么这个现象在我上大学之后的高等数学的学习中 比较经常的出现 但是在我以前的竞赛生涯中不太经常的出现 原因是这个高等的竞赛题 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 如果在解答过程中不断地引入一些新的符号呢 其实反而会增加我们理解解答过程 以及这个解答思路的难度 这两个AI的语言风格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比如说这个OpenAI呢 在它的解答过程中会经常出现一些人性化的描述词 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然后So far good 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完成了这一步Nice之类的这些词汇 所以总的来说呢 看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迪的老师 所以他会经常使用一些口语化的语言来鼓励学生 循循善用 比如说他会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关键的一步 非常的棒 或者说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 真是漂亮的一个结论 而相比之下呢 DeepMind所用的语言则更加书面化 像是在阅读一篇数学论文 虽然和之前相比啊 大模型在IMO竞赛当中的表现已经达到了质的飞跃 但我们的采访嘉宾告诉我们啊 IMO竞赛终究只是数学能力的一个侧面 它是在一个现实封闭的环境中 需要参赛者进行巧妙的思考 从而找到固定答案的一项竞赛 这既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买菜逛街所要用到的数学 也不是数学家要穷尽一身思考的目标 相比于真正的数学研究呢 有时候这个目标可能是更加的开放式 就是open-ended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做这个研究的目的 是描述出一种现象 或者是发现出一些就规律性的结构 但是在你真正做出这些发现之前 你能发现出什么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相比于解决这个真正的数学open question 可能解决这个竞赛问题 对于这些模型来说现在是更可及的 在AI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数学学界也分裂成了两派 有人认为 AI在数学和推理能力上的进展 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数学家 比如澳籍华人数学家陶哲轩就说 2023年 AI已经能够为职业数学家生成有启发式的提示 和有前景的思路 当他与形式化证明及验证 搜索引擎符号数学工具等结合使用的时候 2026年的AI将会成为数学研究中 值得信赖的合作者 但与此同时 也有数学家对AI不那么信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Michael Harris 就在自己的Substack博客中提出了对AI数学的批判 他提出数学的真正意义 在于自由探索和内在洞见 而不是将其沦为市场逻辑下的技术产品 而像Lean这样的计算机语言 却将数学简化成机器能看得懂的逻辑 让他钟爱的数学失去了自由创造和思辨力 同时他十分关注数学研究资本化的趋势 担心类似Google NSA这样的资助者 倾向于以应用价值衡量数学 而忽略其内在价值 他批评当前关于AI助理教学的讨论 过分关注他管用吗 会带来效益吗 却忽略了对谁有益 为什么需要他 这类值得探讨的根本问题 我们知道李适时在被AlphaGo击败之后 选择提前退役 那么顶尖的数学家们 会因为AI在数学上的成就 而怀疑自己研究的意义吗 Deepmind的Pushman Coley 在去年AlphaProof达到IMO银牌标准后就说 他认为这会促进 学术研究的发展 Now even in the case of Go what we saw is that after the match when Go players started analysing AlphaGo's strategies they discovered a lot of new theory about Go that they had not sort of seen Now in the context of maths if you think about it it's not a game right we are trying to discover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like and it's a very hard problem and what Alpha proof or systems like this give you is basically a very powerful tool to assist in that big thing that mathematicians and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do which is try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以上就是这期101weekly的全部内容啦 我是一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